全球正面临严重的芯片短缺 今年1月各大车企纷纷宣布 由于芯片供应不足而减产或关停部分工厂 白宫为此召集紧急峰会 台积电作为世界上最领先的合约芯片制造商 为什么汽车芯片短缺 可台积电股价没有增长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AMD、英伟达和苹果等公司所需的最小最强的芯片 都依赖台积电的制造 甚至自己生产芯片的英特尔 都开始外包部分芯片生产给台积电 但是最近芯片短缺的消息 并没有提振台积电的股价 反而一直在横盘震荡 图中是不同产品供应芯片的创收表现 可以看出台积电的主要收入 来自智能手机和高性能计算机 占比合起来达到80% 近期芯片短缺作为严重的汽车行业 则并非台积电的主要客户 2020年这部分营收仅占3% 所以此消息并没有明显提振台积电的股价 并且台积电的短期风险也值得注意 首先由于中美之间的摩擦日益加剧 台积电在昨日向包括苹果在内的大客户 发布的报告中说 贸易保护措施可能会导致半导体设备价格上涨 甚至无法使用这些设备 然后台湾目前缺水缺电 使得台积电面临一些危机 而优势方面 台积电的竞争力在行业里是无法撼动的 公司的目前的竞争对手只有两个 英特尔和三星 英特尔由于公司内部技术问题的限制落后数年 而三星的市场份额仅为18%左右 台积电的市场份额则超过了50% 所以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 虽然面临短期风险 但是台积电依然是芯片板块中的龙头老大 这样的公司你认为是否值得现在买入呢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 微信二维码在屏幕上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-8658-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第5 minutes 明镜第5 minutes 明镜第6 che早上